欢迎来到辽国 辽国的货币为LOKI 他们只有纸币,没有硬币 分为100,500,1000,2000,5000,亿万,以及20000 由于当地货币不太通用 只能到当地才能使用美金来兑换 如今,一美金能换取9400LOKI 辽国的时间比马来西亚慢一小时 由于受到季后风的影响 全年可分为旱季和雨季两种气候形式 旱季为每年11月至次年的4月 这段时间,辽国天气非常炎热而干燥 全国平均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 最高温度常出现在4、5月 可达38度 雨季为每年的5月至10月 此时,辽国的天气炎热而潮湿 全国的平均气温在14摄氏度左右 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 因此,前往辽国应选择每年的旱季 以避开连绵的英语、泥泞的大陆和寒冷的清洗 你知道辽国是世界上被炸弹袭击最多次的国家吗? 在二战时期,美国尸体下进行炸弹袭击 就为了隔离辽国和越南的无致命市 而其中三分之一的炸弹没在当时被引爆 仍然留在如今的辽国 这些炸弹已造成超过20千的人民伤亡 由于大部分区域还没被清除恶战留下来的炸弹 到辽国旅行的我们 最好不要偏离轨道 辽国人民长期受佛教思想的影响 所以,生活的朴素、纯真、简单、清淡 历史上的殖民也给辽国人民带来一定的影响 在城市的街头至今仍可以看到一些欧式建筑 生活习惯也较为西化 他们还保留着喝洋酒用刀叉的习惯 前往辽国旅行 我建议直飞万象 然后再乘搭迷你巴士前到风沙湾、龙波邦、万荣 然后再回到万象 然而,由于风沙湾地属偏远而景点较少 如果没太多时间和预算 可以不考虑这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直飞龙波邦 再前往万荣和万象 前往其他小镇的巴士班次较少 而由于山路崎岖 多为白天班次 所以需要安排好时间 万象也称永真 是辽国的首都 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和最大的城市 幻象 拉丁转写为 Ven Chan 法国殖民者按照法语习惯 听写成Ven Chan Ven有城墙的意思 Chan在今天聊语中 通常的意思是月亮 所以很多辽国人理解为月城 但其实Chan在辽国语中还有另一个意思 就是谈墓 其实Ven Chan的意思是指谈成 据说万象这个地方长着许多珍贵的谈墓 其民由此而来 客谱游客中心被履于网站 誉为万象必到之处 这里仿佛博物馆包含了许多二战时期留下来的炸弹历史和纪录片 由于许多炸弹还没被引爆 如今已形成地雷 大大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尤其因此被肢解的 在这中心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意志 大家可以以乐捐的方式帮助他们 玉佛寺建于16年 位于万象市塞塔拉提大街 分元1779年被仙罗王国入侵 喜劫将玉佛抢走 现今存放在泰国曼谷的玉佛寺 泰国却说他们北部省份 在15世纪时就拥有的 所以只是取回罢了 直到今天 1828年万象被仙罗占领 整个城市化为灰景 玉佛寺也毁育一旦 这尊竹母玉佛最终供奉在泰国曼谷的 同名寺庙中一直到1936年 老国和法国的当权者决定修复此庙 寺庙按原貌修复 但当作一个宗教艺术博物馆 把其他寺庙中的一些珍藏品长次此庙中 西萨格室坐落于玉佛寺的对面 建于公元1818年 是万象室保存最完整的寺庙 为色彩较浓的宫殿式建筑 因为建筑时期 辽国正沦为泰国的蜀国 所以建筑式样与泰国寺院十分相似 西萨格室周围院墙的回廊里 整齐安放了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 超过万寸 室中祖宗大佛重十多万公斤 所以又称十万佛寺 寺庙的墙上曾经有许多描述佛教徒的生活画 但可惜已模糊不清 主要建筑有经殿古塔和长津格 20世纪初为万象室博馆之一 收藏和陈列自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佛像和文物 位于万象室东北三公里处 塔卵是一组群塔建筑 在建筑艺术上享有圣语 因此可以在辽国货币上看见磁塔 塔成方形灰砖结构 建筑风格独特 主塔底部由三层巨大的方座构成 四边正宗均有膜拜亭 第二层有三十座佩塔 第三层迭立主塔 顶端贴以金箔塔体金光闪耀 塔高45米 宽54米 四周几十米宽的草地外是方形围栏 据传公元前三世纪 这里下面埋了佛祖的头发和佛骨 每年功利11月中旬为了国全年一年一度最盛大的塔鸾结庙会 在此期间全国的僧女和众佛教徒前来举行礼拜 护士等宗教活动 凯旋门是一座位于了国万象的古迹 在1960年至1969年建成 它与法国的凯旋门相似 但建筑具本土特色 例如表面会有神话中的生物 凯旋门是为了纪念那些从法国争取独立而斗争的人 其实它的经费来自美国以兴建一座机场 然而在未签署任何文件之前 辽国政府把那钱用来兴建了凯旋门 在湄公河畔公园 每天晚上都会有夜市 可以一边欣赏河畔日落 一边逛辽国当地夜市 和其他景点城市比起来 风沙湾属于比较孤立和偏远 这里的景点不多 而游客也只因探索池缸平原而来 千万个十字的聚缸散落整个平原 许多人好奇这些石缸从何而来 他们的用处是什么 辽国石缸年代非常久远 共有三个遗址站点 传说有1500多年的历史 石缸壁上留着风雨侵袭的斑斓痕迹 古老而神秘 当地传闻这些石缸为巨人族的酒杯 也有人相信石缸是古代人用来收集雨水 而考古学家推断 石缸是用来埋葬尸体 一号石缸遗址 距离风沙湾市中心西南方向8公里处 是比较近的一个遗址 石缸较多也比较集中 散落着334个石缸或碎片 这些石缸大小不一 散布原野比较壮观 站在高高的山坡上望过去 还可以看到一个个的弹坑 二号石缸遗址比一号石缸遗址较远 遗址内有93个石缸 14个盖子和9块石头 全部为砂岩子 有一条浅水沟把两个布满石缸的小山丘分开 土丘上的石缸大小割衣 形状各异爬上山丘 还可以服侍绵延的裙山 来到三号石缸遗址 需要穿过一片农田 位于较低的山坡地带 面朝广阔的原野 三号遗址沿途的风光较美 如果时间宽裕 建域去一次 由八组石缸构成 绕行各布向图 保比亚为两国最高峰2819米 由于战争留下的地雷还没完全被清理 所以没对外开放路线 在2021年当地政府拨款开发 保比亚为旅游景点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里会越来越多游客到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